男人为了变成植物人的女友 寺院参加了军方的一个冷冻计划 可没成想他再次恢复意识时 已经在了50年以后 女友是否醒来 这50年又发生了什么 成了杰克要用医生去探究的东西 可这天的到来让他意识到 他并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杰克正在休憩房顶 可忽然心口一痛晕了过去 再次恢复意识时已经在了医院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的身体正在急速衰老 这段时间以来收留他的女人 正巧在这里做护士 看着他说话都有些费力 女人强忍着泪水没有掉落 杰克暂住在家里这期间 给予了克莱尔陪伴 而克莱尔又帮助他寻找 50年前女友的线索 随着彼此相处时间的增加 他们成为了对方的依靠 心中同时也都有了情愫 他最后吐槽了那个邀请 自己参加这项计划的好友 他当要推着杰克去找那个留言的女人 可却发现有大量军方的人出现 他们是来调查50年前那场实验的人 在同事的帮助下 三人来了室外 乘车到了打电话女人的住处 他自称是威尔的女儿 而威尔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 不过他去世留下东西 交代了他一定要将东西送给一个 叫做杰克的人手中 除了一些冰冻实验的数据外 里面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他日日夜夜都想要看到的面部 女人告知了他现在安妮的住处 三人踏上了路途 可军方的人也在此时赶到 迄今波折他们来的空展 杰克准备开飞机去指定的位置 临走时 他抱住了克莱尔 如果不是杰克的身体忽然发病 或许他会渐渐淡化找到女友线索的执念 与克莱尔厮守终生 可随着身体机能的快速衰弱 他不得不去弥补这个遗憾 飞机刚当起飞 军方的人赶到 克莱尔大声喝骂 一位长官将他拉到一旁 说了找杰克的目的 50年前那场实验的数据很重要 甚至关系到全人类 可因为副作用是身体机能不可逆 威尔被一些人隐藏了起来 如今已经有人想到了功课的办法 杰克自然成为了最好的数据 他回到车里 拿出了从威尔家中带来的数据 正在长官翻开探时 克莱尔注意到了儿子的消失 飞机上 他从后面驾驶座露出头来 此时杰克的面容已经像是步入老年 眼看着已经到了目的地 可飞机却迟迟没有降落 杰克的心脏再次出现问题 他拿过小男孩的手放在方向盘上 指挥着他该如何操作 最后飞机有惊无险地降落 两人来了小屋旁 上台阶都显得尤为吃力 犹豫片刻 杰克敲响了房门 可很久都没人回应 焦急无助等情绪涌现 他撑不了多久了 或许从当初女友出车祸开始 就注定了他们会成为遗憾 可就在他要放弃时 一个年迈的老人出现在身后 他一点点走近 50年的容貌差距已经消失 两人像急了白头到老的夫妻 相拥过后 小男孩上前牵过他的手 三人朝着海边走去 电影至此结束